2003年1月底 中共國務院批准的 司法部關於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指導意見 無意中曝光了監獄警察的收入 比普通公務員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 原因是監獄企業的生產為監獄帶來了巨大收益 前大連市公安劉曉斌表示 1999年就聽到消息 預警收入明顯高於公安 中國司法部提供的資料顯示 與1984年相比 2001年全國監獄企業總產值 從27.7億元增加到117.2億元 增長四倍多 固定資產從34億元增加到116億 中國雜誌Lens曾報導 高峰時期 遼寧馬三家勞教所的勞教人員 超過5000人 武昌勞動產出龐大效益 包括出口奴工產品在內的總產值 一年近1億元 2019年 追查國際發布報告指 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 目前至少有681家國有監獄企業 其中 追查國際查獲並列出認知情況的 432家監獄企業的法定代表人 同時擔任相關監獄管理局局長、副局長、監獄長、副監獄長等官方職務 歷書瀋陽第一監獄的遼寧陵苓洪通服裝加工有限公司 就有18個預辦企業子公司 浙江省第1、4、5、7監獄與渠州浩龍服飾公司長期合作 浩龍服飾公司在廣告上明確寫道 公司訂單主要放在自己工廠 監獄生產、監獄加工人員就2萬多人 工廠有90%是海外市場 而這些監獄奴工大多沒有工資或是僅有極少的報酬 追查國際調查發現 在中國龐大的奴工產業鏈中 法輪功團體受到的迫害最為嚴重 明慧網2013年的報告顯示 3653個被關押迫害致死的案例中 有221個案例造成死亡的最後一次迫害是超負荷勞役 劉曉斌的太太因修煉法輪功 2007年8月被非法關押在馬三家教養院 那一年中她被強迫做棉籤、手紮紙花等手工產品 不過 馬三家獄警家屬安妮說 以前有些北方城市的獄警 工資並不高 去劉曉斌了解 現在中共的監獄系統 利潤越來越大 除了幾乎不需要勞工成本 奴工們的工作強度和時間都是預警說了算 為了打擊新疆奴工產品 今年川普政府把幾家名牌服裝公司列入了黑名單 也對新疆部分產品發布了禁令 為了解